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体育 社福还有我们的地方发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市议员郑凯凌 大家好 凯凌好 第二位是我们庄龙青庄主席 主持人好 各位乡亲大家好 庄异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张渊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袁翔异作好 那说到这个体育发展 三位异作其实都出了不少的心力 其中要带大家来了解的是我们的八斗高中推动的橄榄球 在异作的大力争取下游了硬体设备 在这里我们就要先来请教庄主席庄异作了 今天我们在从事户外运动时常常会受到气候的限制 而室内运动设施很有限 所以在运动场所方面已经为市民争取了哪些福利 我想我在担任民意代表 从我们体育场馆三十几年 讲到四十几年好不容易才更新 我想基隆长期来被外界形容是一个体育的沙漠 但是因为透过很多爱好体育的活动 体育的人士大家共同来参与 所以一直推展体育 所以我在民国九十五年也建议那时候的许市长 那时候的张议长成立一个体育发展基金会 大概就是一千四百五十万左右 那是因为那时候九三办了全民运动会的一些节育款 后来来设置这个体育发展基金会 那最重要的是要推展体育 然后奖励一些机优选手机优教练 那所以说因为基隆是多余的气候 所以要好的场馆 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些设施 所以也很高兴说这个场馆 体育场已经开始在这个改建 那对于本来巴斗高中 这个橄榄球长期以来都是在体育场 礼拜六在那边练习 但因为这一次的改建 他们不得不在他们学校 那因为学校的操场比较 这个不符合规定比较危险 所以就跟我们这个燕翔议员 大家共同去争取一些经费 改善了学校操场 让我们橄榄球选手 能够来这个练习当中 能够比较安全 那也争取了一些重量信念的一些设施 哇所以可以看到在巴斗高中 他们现在的操场是全新的吗 还没有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也可以请渊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好就是在中正区的异作 其实很多学校也都需要有像这样的设施 都搭理正区 不只是巴斗高中属于中正区 也是我所就读的学校 是我的母校 巴斗高中长时间长期来 在体育运动的这种推展上非常的注重 现在有所谓体育班 那体育班有几个主要项目 像跆拳道排球 还有刚刚庄同心主席提到的这个橄榄球 那橄榄球已经有三年霸好几次的这样子记录 那整个对国家的这个体育的发展 尤其人才的培养 鞠躬绝尾 那我要提的是 刚刚除了因为巴斗高中的这个橄榄球运动 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运动 所以对这个安全上的顾虑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这次的经费 希望能够让整个操场能够更 在地面上更平整更夯实 不但让选手们有一个安全运动的训练场所 让社会人士 很多喜爱运动的社会人士 也可以进到校园里面来运用 这个校园里面安全舒适的运动场合 当然学生更是学校里面的主角 所以刚刚讲有选手 有社会人士 有学生 都可以来运用 那刚刚我们延续东东新主席提到的 体育发展基金 其实国家有体育发展基金 他有一句话是非常感动的 他是这样说 他说替新生的牙 再尽一份心力 也就是说体育要从小扎根 发芽出来 我们要帮他再多一些关注 多一些心力给他 这个体育发展基金 民国93年 技能士办全民运动会 节育下来的剩余款 成立了一个基金 但你知道现在基金靠知习来运用 这个利息非常微薄 所以这个经费会越来越少 所以为了永续这个基金的发展 我们希望市政府或者基金的管理的相关单位 能够让这个基金的运用 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 这个经费 一个易住在里面 不是只靠利息而已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要在用在什么地方 像中央的这个基金会就所谓基层运动教练快乐住宿 刚提到八斗高中的这个问题 八斗高中有一些原住民的学生 加上在基隆在花莲 他上来要住哪里 老师从外地来的教练要住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基金也可以运用 现在我们的基金实在不多 实在是用在奖励上面 或者一些选手训练相关的一些需求上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我们在体育方面还可以再多一点努力 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是 所以永续基金运用有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给学生 目前在基隆市是给学生 然后也可以给社会人士 那当然现在要争取的话 可以再更多广泛的来运用 那刚才看到的是八斗高中的超长 还有体育馆正在如火如荼的兴建中 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基隆市立体育馆 也正在改建 那是非常好的消息 要请凯琳一就来跟我们分享了 我是认为说 现在基隆体育场或基隆市体育馆的 这样子的改建 既然有这个经费 可以来驿注我们基隆市体育界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说 体育场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有没有跟我们基隆市体育会 来联合 来结合 来会商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单项 委员会非常多 非常的多 所以每次 每每说我们要出国 去比赛的时候 全民运动 像九三全运会 是在全台湾省 真的到现在 九三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 各县市的选手们都还一直在怀念我们的九三全运会 办得非常的成功 那为什么我们基隆市的选手每每要出去比赛的时候 要训练的时候 第一个没有席练的场所 没有很好的一个训练的场所的时候 这个让我们这些选手真的是非常的困惑 除了是租借李明慧堂以外 其他的地方场所 我们因为又是多余的一个地方 一定都要去租借李明慧堂 所以这个时候教育处有没有 体育馆有没有在为这些单项运动选手来考量 譬如说 室内的舞蹈教室 韵律教室 或者是啦啦舞蹈 这些都是需要这个专业的黑胶地板的 但是我们有看到说现今现在的设备里面 我们的场馆有这些的设备 专业的设备来应付我们这些单项委员会 所以这个地方 你既然说要有体育基优生 又希望说我们出去比赛能够有非常好的家机 所以我是希望说体育馆体育场 这些的如果还有在经费在来挹注的时候 能跟基隆市体育会来做个更连结的会商 看看能不能多来协助这些单项委员会 来推动我们真正的全民体育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不一样的内容进来 像是在单项委员会 刚才有说的很好 就是室内的舞蹈教室 然后还有什么啦啦舞蹈 街舞霹雳舞 他们其实要的就是比较专业的黑胶地板 那对选手来说也是保护他们的搅环 那在这方面当然全民的体育教育 除了医化教育外还可以再强化什么 那我们要请渊翔来跟我们分享 那刚刚我们很在聊的时候 他说学校跟社会 但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家 从江伟部长或者我们历任的市长 教育部长所有的前辈议员们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是 如何让学校的设施充足而且安全 然后让社会人士能够使用 这个学校的相关的设施 在考就是周全的考量到学校 学生充分使用之余 比如例假日下课时间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也可以进学校来使用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体育设施上面 能够不断地不断从之前一直在做 做到现在未来还是可以在做的 还有一个是现在其实非常 很重要一个基层的运动 就是叫体势能的检测 体势能的检测不但在教育部 有所谓的运动爱台湾的计划 在基隆市海洋大学体育市 也针对体势能开放给民众 它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在海大的操场 海大操场平常就很多人在运动 过去经过管理学院也在做 那还有另外因应我们社区办的活动 我们社区有很多大大小小活动 如果活动上针对这个体势能需求的话 也可以向海洋大学来申请 而且每个学校本身就针对学生也会做体势能的检测 我想体势能的检测可以让自己能做自我的要求 在体力 在体能 在健康上的要求 所以一个是体育设施能够周全 在学校周全社会人士的使用 第二个体势能运动的这个推动 即是检测的推动也是我们可以来注意的部分 是 所以就是设施争取 然后还有我们的体势能的健全度 那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体育项目当中有很多的异能板 要请郑义座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强化这个基隆士的异能才能班资源 其实有还不少的建议 是的 如何推广我们的异能才能班 既然说基隆士现在很多国中小都有设置我们的异能才能班 譬如说成功国小的音乐班 成功国中的音乐班 我们人爱国小的舞蹈班 建德国中的舞蹈班 以及巴斗高中的体育班 明德国中的射箭班 这些的音乐才能班 既然说我们已经设置了 已经把这些 我们应该教育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跟设备来 寄注到这些班级 举个例来说 譬如说人爱国小 每每要出去比赛 因为他们常常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可是每次要出去比赛的时候 总是经费不足的状况下 必须由家长会长 跟所有的家长会 还有所有的家长一起募款 来完成一次去外县市比赛的一个经费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 教育处应该要多多的在想办法 能够挹注更多的设施设备 以及像明德国中的设计班又拿到金牌 在这次的运动会里面拿到金牌奖 金牌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成绩 所以教育处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设备 而且说另外还有如何增加学生这些表演的机会 以及我们这些艺能财运班的学生 未来的生涯规划的探讨 这个都要让家长及学生 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组织架构 然后而且现在发生了一个 我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各校的学生都非常 老师都非常的用心 要再招生艺能财艺班的学生 但是因为推广不足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招生的人员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教育处也要想尽办法 来把这些资源给这些分配 给这些艺能财能班的这些班级 让他们能够再继续的推广 也让我们基隆的这些比较好的 这种特殊的艺能财艺班 能够再开设更多元的课程 然后像譬如说仁爱国小 现在舞蹈班 他也加入了一个啦啦舞蹈 让学生能够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然后家长也更希望说 小朋友能够有更多元的一个学习方式 能够进来这个艺能财艺班 所以我觉得教育处应该再多用心 把更多的资源或设施设备 能够来挹注我们这些艺能财能班上 可以看到正义座真的是用心良库 总之就还是要跟上时代潮流啦 要加入不同的新元素当然就可以吸引很多学生一块来进行我们这一项的艺能财能班 对那刚才讲到我们的心意国小仁爱国小嘛 他们现在的校舍地下室是达通可以停车的 我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庄荣青庄一座庄主席 他在议会为周边三里的民众来争取停车优惠 这三里的优惠停车 我当初我提到每个里都应该有30位的优惠停车 包括我们和民里 智能里 中庸里 那因为总共只有348个停车位 348个 是不是 所以在这边请我们处长能够很明确的 这个优惠停车我想在应该在停车上还没完成以前 你要做个结论 最起码和民里有30个优惠停车 智能里如果没有办法30最起码要20个停车位 包括重用里 是不是可行 请处长说明 这个之前我们在地方说明会的时候 已经有跟地方的居民也讲了 原则上我们会提供30个停车隔位给所在里 所以我们调出来的 现在原则上和民里和智能里 我们认为应该是刚好是在地的那个里 应该是可以 那重用里我们回去再检讨一下 那即使不行 我们也会在列在7月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厂商 就是要为民众争取他们心中最想要的东西 所以就会争取这个停车位的优惠问题 所以要请主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过程其实还蛮多元变化 对 因为当初要盖这个仁爱跟心意 我晓得这个地下停车场 我想有些家长是反对的 因为怕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那因为这个停车也非常重要 那后来就是一些我们仁二路的一些店家也非常支持 所以这个计划就开始实施 那总共可能在明年或明年111年 这个整个停车场会来兴建完成 那大概总共有340个48个停车位 那因为那个地点是在我们和明里 所以和明里有30个优惠停车 那周遭是智能里跟中用里 所以我也争取了优惠停车 一个里 一个20个停车位 那因为仁爱跟心意 因为停车场跟教室的改建 所以造成一些粉尘噪音 所以他们教室都是关着 所以我也跟这个市政府来争取一些经费 买了一些扩音器 甚至设置一些这个冷气 因为门上都关起来 所以有一些冷气 包括也帮心意国小争取了一个空拍机 从开始心意国小开始拆 他学校都有做这个相关的记录 那等这个完成以后 可能整个影片可以播出来给学生 同学来看说到底在改建当中 是怎么样碰到怎么样的事况 所以说这边也希望说我们 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工程 能够顺利的在明年能够来完成 那也能够顺利的让我们三个礼 能够来这个享受优惠停车 那最重要是能够来改善整个停车 市区停车拥赛的问题 对 市区停车这件事情 大家真的是找不到停车位就乱停 所以你们应该常接到一些白财 把民众的请求 所以就是要把停车位给补足 这件事很重要 那当然一样在安乐区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来看一段影片 就是正义座它在市议会 就是拟定了一些办法 建议了一些办法 就鼓励地主可以开放土地出来 或者是跟市府来做一些合作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些停车问题 快来看看 跟市长探讨是我们住宅区停车的这个问题 请市府您定符合本事需求的奖励办法 让那些私人闲置的土地 愿意开辟收费或不收费的 路外停车阁或停车场 来解决住宅区居民停车的问题 市府回文 却以奖励设置部分 因本府财政状况有限 这是怎样 这是直接说明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我是可以认同刚正义员讲的 如果鼓励民间私人来僻建停车场 这样子一个奖励的办法 你刚刚提到的营业税 或者是地价税的一个减免 我想这一部分是可以来纳入考量 也可以来思考 比如说每年一定的一个定额 而不是实质的 说给非常多的一个奖励的话 如果是一种鼓励的性质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来研译这个事情 我也会只是 我想我们大概政策的方向 会往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来做思考 谢谢 这问题真的是可以看到 各区都有相同的癥结所在 我们要请正义座来分享一下 好 现在最新的一个口号是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回家有停车位可以停 这是现在最幸福的一句口号 好 所以在追踪这些我们集合室住宅区 我们的这种大型 所有的集合室住宅区里面 现在非常严重不足的就是 回家以后没有停车位可以停 不只是安乐区 相信集合室各区都是 不只是集合室 全国各县市也都一样 有存在的同样的问题 但是这是非常严重的民生问题 所以为什么是说 希望政府能够鼓励 鼓励私人土地 能够拿出来 或提供出来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来做停车位 但是政府你应该要有奖励的方法 或鼓励的方式 让这些闲置的私人土地 愿意拿出来提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一直在希望说 金融市政府能够来 好好的严您这个办法 譬如说营业税 地价税什么的减免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 来补足 外线市其实都有 有机可循的 这个都可以去参访 或者是去了解的 所以我希望说 幸福是什么 金融市政府赶快让我们 幸福就是 让我们回家的时候 有停车会 说实在的 我们大家 所有的民众 都有一个同样的心理 我不是不缴停车费 是你没有停车位 让我来缴费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问题 是不是市政府 你应该要强力 努力来想办法 来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要争取停车位 这一件事情 不只在安乐区 在中正区也蛮多 冤翔那边 大型集合市住宅也蛮多 也是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在中正区 新丰街人口数非常多 都是大型的 封闭型社区 集合市的住宅 我觉得就是 要回到讲 就是路权的观念 现在其实新的法令颁布 而且罚款很高 并排停车 其实在基隆常常发生 因为停车位也有限 然后路幅也小 所以并排停车 当时新闻上有一个报道说 基隆的特色 除了下雨 带雨伞 几个来以外 另外并排停车 似如平常 就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但这个法则 正在提高当中 好像要罚到一万块钱 那么高的并排停车 对 那路权的观念是在 我们建立在人本交通上面 所以 人在使用马路在动的时候 要注意到人的安全 而不是交通工具的安全 但在使用交通工具上 就要如同 凯林一座所说的 要有幸福感 如果停车有幸福感 所以 我第一个优先 是应该先运用 像人爱国小 心意国小 这种公共的设施 去拓展 或找出 他的停车的 可以使用的空间 然后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给社区居民来使用 第二个就是现有的 像我们中正海科馆 过去我就争取了 海科馆有190几个停车位 基隆区渔会 必杀于港人渔会 肉糟的大楼 也有很多 现有的停车位 开放出来 这个想法的 台北市各个学校的 地价停车场 在假日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 是给社区居民来使用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 海底一座所 也有一些私人土地 因为集合式住宅 周遭其实公共设施 不是那么多 不足够 私人土地来提供 这也当然相当的需要 那最重要 人本交通海底外 要注重落实 所谓落实就是 年老的人 长辈 身心障碍者 学生 幼童 他们在交通上的需求 更优于停车位上的需求 当然这是 环环相扣的 那我们在老旧社区 中盛区有一些像水产地区 和平岛这些 我们也发生了很多 这些老旧地区 在市政府的带动之下 变成观光景点 打卡景点 像正兵一港彩虹屋 和平岛公园 这游客进来的停车 也是造成很多的困扰 我待会会跟大家 做一点分享 两侧道路被汽车停了满满的 这里是巴斗国小校门口 由于这块土地 并非市府土地 车辆停满两侧道路 造成学童上下学 都要穿梭车流 增加危险 校方争取 利用左车的人行道空间 增设家长接送区 在上下课时间 方便家长接送孩子 市议员张元祥 邀请了交通处 教育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演绎划设的路段及时段 大概有600多位的交职原生 因为地处偏远 所以在接送的需求非常高 但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小的巷弄 那这次经过市政府交通处 以及我们给他建议 各方集结意见 利用现有的巷道 非这个私人土地的范围 来设置家长接送区 在分三个时段 在家长上午中午及下午放学等 上下课时段 提供给家长做接送 真的正义学校非常非常的久 尤其家长在这边也是常反映说 这边的家长非常的混乱 那这次也非常谢谢张艺座 张艺康 张艺康 张艺座这边来邀请各位 来做一个研伤跟解决 提醒家长上下课接送孩子时 开车经过也记得减速慢行 避免两侧停满车辆 产生视线死角 车针道到时候真的会影响到人行走的安全 请渊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中正区还是有这样的道路的存在 对不对 其实这样一个点是在发生在学校校门口 我刚刚提到幼童 就是相对弱势的身心障碍幼童 还有连长的人 这个地方其实是仿效我们庄宗津 一座他们在争取了人害国小 信义国小的接送区 人害国小跟信义国小 校门口也是个两线单行道 我们这个还不是单行道 它就是利用路边用号制标线的方式 来标示出这个地方在上下课时间 提供给孩童上下课 现在孩童虽然少子化 每个都是宝贝 不容发生在上下课期间 因为要穿梭在马路或者上下车 现在还有很多那个叫做娃娃车 我们通常娃娃就是接送的 这种巴士来接送 如果没一个妥善的停车地点 孩童下车就是在马路上 那很容易就发生了车祸 所以当时我们在交通处 以及市政警察局交通队 给我们这样非常好的建议之后 把巴豆国小校门口 划设了所谓上下课的 专用的这个接送区 那一来是让使用用路人 驾驶朋友知道 上下课时间请离让给我们的孩童 而平常时间你可以暂停 你可以来使用 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所谓的路权观念 人本的交通 还有很多的地点 因为基隆市单行道偏多 这单行道的上下车 是两边都可以上下车 大家认为上是单行道 但是我们也应该针对 虽然是单行道 尽量单边靠右边停来下车 因为用路的习惯是在右边的 避免车祸的发生 所以车祸发生 除了单方 就是双方面 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很多的 车祸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做这样的建议 是政府相关单位 也从善如流 来做这样的建设 是 除了人车不要再针道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不要跟大货车针道 在暗热区就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请凯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争取了很久 对 是的 对 因为也非常高兴说 我们现在东地市仓储区 现在已经转型成 运动的那个 成功转型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上次货柜 这个仓储区 还有货柜车 在我们大安乐社区这边通行 所谓的大安乐社区 就是五福六合常乐三明 以及阴哥阴安 整条路甚至新寮 这整个地方都会有大货柜车在通行 但是这个集合式住宅 我们现在大安乐区 已经集合式住宅非常的多 已经而且是远南城高级住宅区了 像我们城上城社区 而且还有长坑商圈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一直在积极的希望说 是否能够来协助 将我们上次货柜这个仓储区能够改型 成功的改型 改型看看 譬如说我也希望说大同学学院能够过来 然后我上次货柜能够转型成其他的 有对跟我们所有的社区能够结合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让我们大安乐社区能够更加的发展 然后也没有货柜车在通行 说实在的 货柜车我从小 我就每天上下课都要跟他这样子并行 这样子通行 这真的非常的危险 我们常常看到 而且雪像还生 以前也常常都有发生过车祸的状况 而且现在市长 立委 都是住在这一个区块里面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 市政府能够加强的来协助 尽快的来协助我们上次货柜能够成功转型 让货柜车不要再进入我们大安乐社区这个区块 是 就是协助上次货柜转型嘛 这样子没有了大货车这样子往来穿梭 人民行的安全当然幸福感就升上了 是的 那说到一样 是为大家来看的是道路交通的问题 我们再把场景换一下 换到我们的和平岛 和平岛长久以来刚才渊翔有讲 在市府的努力下已经变成了很棒的观光景点 那当然停车问题也是浪了蛮头痛 是不是常常接到民众反应 是 尤其在夏天暑假或者办活动的时候 是 对 那是当地居民的一个痛苦 因为停车位置有限观光人潮相当的多 大家国人的旅游习惯自驾游 待着车子到达目的地 找不到停车位就回堵 回堵车子就会那个叫做 空树的在那边转 叫做带转 带树 对 带树 带树产生了炎 废气 然后废气 民众住在那个地方 本来我是在门口聊天 大家一群 这个和平岛岛上的岛民 在门口聊天 结果都被赶着要进去里面 房子里面吹软机 门刷都关上 那是非常痛苦的 光是那个想象的场景就知道 所以袁翔在议会就帮大家来争取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停车场的问题 我们在简报上看到是 台船和一路二项 也就我们称的和平岛海产街 后面的铸造厂 这个案子到今年11月份结案 就我所知道的是 它所挖掘的范围 挖掘古物的范围并不大 因为这个地方蛮大的 所以能否尽快地把这个停车场 不挖掘跟挖掘的需要考古的现场 跟能够提供停车的现场 赶紧画清楚 在现在这个阶段 甚至能够提早开场 让地方居民平常有地方停车 和二路的停车场 已经变成大范围的一个考古现场 也就是那位教堂的地方 所以地方民众因为考古现场被剥夺当时借用台船公司的土地的停车场 而这个停车场本来要新建 而因为考古现场而停滞了 但现阶段唯有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和一路这个停车场 如果它还不是全面的开挖 或者未来根本不会全面开挖的话 地方上的居民是这样说 地方上居民说 这个地方叫做欢山庄 曾经经历过日据时代 军队或者是中船公司 所以地底下已经被翻过一次的地方民众认为 它的考古的价值已经少之又少 不像现在我们平一路这个停车场上面这一个教堂这么具有规模 其实最具有规模的是在台船底下的圣萨瓦多城 那才是我们非常期盼能够让圣萨瓦多城 从现在我们全世界世人的眼前 水上计程车也是交通的一个解决的好的方案 而且它不但能够疏解路上的交通 从水上又可以提供更多的观光的吸引力 但上下船的地方是我们在选择的地方 上下船的这个渡船码头是否也可以连带的做些建设 这是我们本席跟地方民众在期盼 市政府在水上计程车推动的同时 也能够提供给我们便利的水上交通以外 渡船码头的新建建设也是我们引颈期盼的 还是一样就是停车问题 刚才我们还想说还不错 和平岛要发展要观光 我们可以来到基隆亭市区 然后坐船过去 这也不错 但是市区也有一些停车问题 我们先请渊翔来跟大家分析 主持人跟刚刚我们中重庆异作 跟郑凯的异作提的都是正确的 因为停车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对当地居民而言 对游客而言都是一样同一件事情 不管刚刚最后看到的水上计程车 如果出了火车站 或者车子开到的这种自驾游 有一个在搭船的地方 针对水上计程车 应该要充分地规划出 让游客民众能够把车子停下来的好地方 我相信市政府相关单位也有这样的考量 再把场景换到和平岛来讲 和平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其实现在和平岛其实陆幅很小 岛其实不大 也是说从过了和平岛 现在两座桥 不管是过去的和平岛桥 或是社寮桥 走到物行到和平岛公园 那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一公里时间是大概是25分钟 如果再快一点的话 20分钟甚至走得到 那这样散步的距离 这中间还可以带动很多商机 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是 要请市政府在城市博览会这个期间 先试着让和一路 刚刚提到影片中看到的这个铸造厂 当地叫欢刷庭 那个地方先恢复成停车场 让来参观城市博览会的人知道 可以停在这个地方 另外利用接驳的方式 我们必杀渝港有所谓A区B区 西区的停车位 停在这边来接驳进来我们的展区 这个必杀渝港的展区 可以往海客馆的展区 或往和平岛的展区 再来就是镇并渝港旧渝会那边 也有一些停车位置 那终究一定要有一个停车 相当的一个停车空间之后 这些交通的所谓的策略 交通的手段才可以进去 所以我们建议 由停车场政府来主导 找出停车场适当停车地点 然后由本来要出资新建停车场 北关处交通部观光局 出资帮整个和平岛 做步行的空间 人行专用道 或者是慢车机慢车的 就是这种载具 新型载具的专用道 让我们这种可以 在这个和平岛岛上 做步行的动作 很乐于下车来走 这当中就好像日本的京都一样 或者很多政府官员去的 欧洲要去城堡 一定要走进去 然后这当中就很多的商机会产生 居民他会觉得我得到了一些观光客带来的一些好处 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好的环境也好 平常时候我们也用得到 居民也用得到 这样子时候居民和游客都用得到 所以我们在推出这样子相关的 包括停车场设施找到 人形专用到那个所谓先进的无动 这叫做无污染的新型载具 这些都能够在和平岛来运行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不错 就先找好停车的位置 然后大家再想办法用徒步 或者是承载那个无污染的交通工具 来进到岛内进行观光 那当然这当中又有不一样的商机出现 这倒是很棒的方法 那说到人民的幸福感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社福了 这个社福如果做得好的话 人民住在这里就会觉得有满满的感动 争取第二伸脏洗车中心 一直是庄主席在力争的事情 在市议会上也可以看到主席 他不断的为弱势团体发声 我们一块来看这段影片 有一次到台北就在建国南路 这个桥下洗车 有一个阳光洗车厂 那时候想说台北可以 那基隆应该也可以 所以回来碰到开会 马上在总时提出来 那时候市政府也很积极的去找这个土地 所以才有安路路二段的第一洗车中心 生脏洗车中心的成立 那我一直提到 当初成立照顾三个生脏团体 在那边就业 然后那时候刚开始 一个月大概一万八左右 现在都超出这个范围 两万多甚至有些拿到三万多 所以我一再地要求基隆市政府 针对了第二生脏洗车中心 应该要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设置 来真正帮助这些生脏团体 那我在上次的总执行会提到说 我在下一次的 在这一次的会集 我会再提出来 那不知道说我们社会处 这个地点是不是找到很适当的地点 请社会处来说明 谢谢 好非常谢谢双农青议员 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每次都会问到这个议题 那事实上我们同仁也 非常认真 然后持续地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主要是整个生脏中心 我想大概要符合两个目的 第一个的话 生脏洗车中心 第一个的话是 生脏朋友他们的一个职业训练 跟他们的一个智力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整个一个商业机能可以运转 目前我们基隆市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在整个一个寻找的过程里面 比较大的困难还是在整个土地上面 那有时候有些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的一个协调上面比较困难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有些地方 它的一个整个商业机能没那么发达 那所以说目前我们还在这个 同仁还在持续地在这个寻觅当中 先跟议员做报告 我想我也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不好找 但是还是要努力去找 我想第一生脏洗车中心 让所有这些生脏者 有三个团体在那边进驻 在那边洗车 那我每次我都提到 我想基隆市的民众都非常有爱心 我每次经过那边都很多基隆市的民众 开车的民众在那边等着洗车 他灵宴在那边等 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洗 所以说表示说确实有这个需要 那民众又有爱心 所以未来如果真正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非常用心的找到这个适当的地点 来设置第二生脏洗车中心 我想还可以再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尤其目前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 这些生脏人士更需要政府的协助帮忙 真的是很需要政府的帮忙 再帮他们再找另外一个可以工作的场域 争取了很久对于张主席 对于这个生脏洗车中心 真的的确是尤其第二座 真的争取非常久 因为第一座生脏洗车中心是 那时候我是第二任的民意代表 那时候到台北建国南路地下 那个桥下起车才知道 他们都是身心有所障碍的一些民众 那后来就回来基隆 在利用开会当中建议基隆市政府 那时候社会局长黄仁祥 也很用心的去找到目前这块土地 所以后来盖了这个生脏洗车中心 那也大概提供 那时候提供 差不多20个左右的这个生脏人士在那边工作 那大概初期大概是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八 那以现在目前来讲经营的非常用心 非常成功 所以以109年来讲 他已经大概年已经有大概八百四十九万 所以表示说他们也很认真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基隆市的民众非常有爱心 那林彦在那边等 林彦在那边等 所以每次经过那边都很多热心有爱心的民众那边等洗车 那所以我才在每一次的总事情一直提到第二生脏洗车中心 希望说站在政府的立场 能够再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 能够提供给这些生脏人士能够来就业 而且不用它造成家里的负担 所以一再的要求 希望说第二生脏洗车中能够赶快找到地点能够来新建 包括庇物工厂都可以把它纳入 所以争取的还有很多 可以看到主席的努力 还有我们异作的努力 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帮他们谋生 就是给他们吊干 是比给他们资源 其实来的还要再好 那说到这个洗车中心 其实我们正义座还有我们的主席 他们有到现场去看 现在的这个身心障碍洗车中心 其实有需要大家不一样 也需要政府来进行协助的部分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因为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社会处这边是 应该也没有办法 我们想要编孩子就必要了 这样算是换什么 对啊 或是这样的场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影片是凯琳做的 我觉得很用心就是可以指出 那个铁栏杆生锈 或是排水系统这部分 是的 因为我常常也去那边洗车 我跟这些身上小朋友 都建立非常很好的一个感情 我每次去 他们都喜欢来拥抱我 来跟我打招呼 真的是那种感觉很棒 他们有一个工作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成就感 所以我每次去洗车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他们组长就会跟我说一下 下雨天的时候会滴水会漏水 而且我在旁边看到旁边的栏杆什么的 都已经生锈了老旧了 很多设施设备也都是 虽然设施设备他们都是自己自足 来自己处理 自己来添购 但是旁边的这些环境设备 就是没有办法 看看能不能够来协助他们 所以因为庄龙青庄主席 他长年来 就一直在为这些生脏洗车中心 在争取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就那天拜托我们庄龙青庄主席 我们一起去会刊 看看说有没有需要 他这个洗车中心 有没有需要我们来协助的地方 然后会同我们社会处 因为这个地方是社会处他们在管理的 所以请社会处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研讨 看看如何把这一个洗车中心 能够再来更加的多元化 让他能够设备 他附近的环境周围设备能够更好 所以让他生意也能够更好 因为说实在的 这边每天早上有时候 只要好天气的时候 上班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 旁边就是围着长长的车龙 大家正在等着要给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来洗车 让他们有这些成就感 让他们有个工作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说 社会处能够再多加用心来协助 然后我跟庄龙青庄主席 以及所有的议员也都会将资源 能够协助的部分 我们都会一住进来 也希望说各位三星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要洗车的话 不要忘记来多多鼓励这些小朋友 谢谢 就是把环境照顾好了 当然就会照顾到更多人民中 大家又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那说到这个社福团体 其实还有很多 像我们进入了老人福利与照顾措施 是不是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 然后还有另外我们的一些团体资源 如果涌到你们手上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不一样的分享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这一段影片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过合人关怀爱心协会 来到我们安乐区 来做这个百负的低瘦度度 爱心救助的活动 我们最近跟他这样的配合以后 知道说这个爱心协会 是真的在关怀落实 然后关怀家庭的一个社团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你有其他的物资 要捐赠低收的话 也可以来捐赠给我们 获合关怀爱心协会 再由他来转质到更多的家庭 关怀户 今天我们跟获合办理这场活动以后 在我们安乐区 有一百户的低收关怀的祝福都有来领取了 他们也是非常抱着感恩的心 谢谢我们过合爱心协会 这一次的这场活动 接着接下来 每个月我们过合关怀协会 也都会有更多的一个关怀的活动 来帮助这些需要的朋友 谢谢凯琳议员送给我们这个物品 谢谢 获合关怀协会 谢谢凯琳议员 让我们有这么多的物品 刚看到这段影片 也是我们正义座提供的 那也就是说资源进来之后 如果友善的这样子分享的话 其实是达到最大的效益 我们要请正义座来 是 这次的活动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爱心团体 能够来捐赠这个物资 给我们手上基隆市低收入户的这个家 家庭户 有这些资源来协助 说实在的 他爱心关怀协会 他自己本身 说是 也希望说各位各界的三星爱心人士 能够把资源也寄注到他们的团体 他们的协会 这样子的话 他们协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在这一次 我服务处办理的这个 100户的低收入户 低收的好朋友们的住户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满心欢喜的 来接受这个的资助 但是他们也希望说这一个资助能够是长期的 长期的来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的服务处也会继续的来接受这些讯息 有需要协助服务的地方 也希望说各位民众各位好朋友 来到凯林的服务处 我们会把你的资源跟你的一些资料提供给我们爱心协会 请爱心协会来协助 另外这边也要呼吁各位好朋友 因为我常常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常常会说 其实有些哪些爱心团体 需要我们来协助的 常常听到一句话 这个爱心团体很有钱 我们不用去帮忙他 错 也会常常听到说 这个爱心团体 政府有补助 我们不用协助他 错 请各位好朋友 你要真的是用心来去这些爱心关怀团体里面去了解一下 看看他所协助的物资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他们做了多少的事 帮金融市的低收住户或者是各弱势团体或者是各单位各地方是做了多少的公益活动 这样子你才知道说原来政府的补助是不够的 原来他们去接政府的案子是为了做什么事情 不是说他有钱 他说实在的他的资源是要平均分配下去 有时候一个单位他有一千多低收住户 他们要去协助的 说实在政府的补助是少之又少 都是由他们的原油会或者是办什么任何的活动 或者是其他的志工义工他们来协助来赞助的 所以这地方凯玲也希望说各位三星好朋友们 多多的去了解这些爱心关怀的这些协会 他们所做的社会服务是什么 当你多了解以后 你就会很有信心的来赞助他们 来协助他们 来支援他们 来让他们来协助更多的 有需要协助的家庭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是满满的爱心在人间蔓延 当然就是你还是要去了解 这样你才会知道我自己的钱到底是到哪里去 那当然就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渊翔这边其实也蛮多的 对 在食物银行或者对弱势朋友的相关照顾 我们除了政府的社会救助法提供的 包括低收入中低收入的这个族群 以外 现阶段其实还有一个蛮需要来注意的是新住民 就是新住民之子 这些新住民或者移工 台北市在今年应该就开始实施了 所谓移工的孩子 那些是所谓黑户 基隆市虽然移工不像其他桃园或大工业城 这些城市这么多 移工来台湾工作之后 不小心不慎 生产的孩子 我所接受到的选民服务当中就有所谓 居家康护的帮佣 跟屋主的孩子 产子 结果没办法包户口 你看他就没有健保 以后就学就问题 所以刚刚讲台北市准备帮这些 过去所称的黑户的移工 所生的孩子 做一个移工学校 移工学校 所以我们登记在岸的一些 弱势的这些族群 以外还有一些边缘人 我们需要去照顾他 那食物银行它 其实在设立的同时是 真的是普遍地去帮助了这些 过去 这个长辈就教一教一句话说 就是你 就脆胆 就辛苦 连海水喝下去 你都觉得是救了你一命 真的 当然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会看到这样 但我们在社会救助方面的概念是 宁愿就是大部分的造主 也不要漏掉一个 不然就造成悲剧或者是遗憾 所以我们在概念上 我们希望 不管在我们自己从事的政治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可以透过爱心的机构协会 或者是跟民间的人士企业 共同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我们非常乐意的事情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座的艺术都非常的有爱心 在爱护我们的弱势团体 然后或者是如何来协助他们都尽了非常大的努力 那最后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要换一个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基隆的未来 即将要举行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其实给了他很大的期许 希望能够跟国际结合是不是 有点想 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 预计在今年的十月份上旬要来举行 继两年前的那个产业博览会之后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整个市政府为了这个城市博览会 整体的动员起来 不管在软硬体的设施 几乎就是瞄准的因应的 全力的为了这个城市博览会 做了各项的工作 首先要提的是城市博览会 它我们在议会的同仁在想 它的观众受众是目标出群是哪些 那这些受众来之后 对基隆的产生的影响 未来的影响又有哪些 在现阶段来讲 国际化确实是一个非常 不好的时机点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定不会有 不大会有这个国际的人士 除非他本来就住在台湾的 但是在国际上的事情 倒是可以包装进来到城市博览会 基隆市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港口 所以在跟国际的接触上面 应该可以多加罢警 不管是政府在推动 比如203年要双鱼的国家 所以城市博览会是不是能有双鱼的展现 这种格局出来 2030我们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要到达一个阶段 这些指数的帮助 这些发展目标有所谓指标 指标的数字 我们在城市博览会可不可以帮忙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是在城市博览会 在筹备的当中 海客馆的展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展览点 应该置入所谓双鱼还有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要的相关要素放在里面 而且它变成一个定期的常态的展示 这个展示场所除了刚刚提的双鱼 跟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以外 有新的展览 很多的协会机构 政府组织企业都在从事SDGs 把它们成果也可以陆陆续续的 不只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在未来都可以摆进来 让基隆市的市民学童们都可以进去参观 从这样参观当中灌输我们的这个概念进去 再来就是在城市博览会结束之后 这个场所也可以成为一个 未来练习语文的一个场所 然后这个语文的内容就在我们的 全世界在推动的这个工作上面 所以当我们孩子未来有机会出国的时候 到外面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做的事情大家都在做 避免说怎么他在聊这个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时候 台湾的孩子 基隆的孩子都不知道 那我觉得就落伍落后了 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就在双语还有永续发展目标下 希望还有更不一样的亮点 可以让国际看见 最后30秒 我们请三位寓座来分享一下 小顿的事情 好 谢谢 医生您想全力以赴 我是郑凯玲 希望说大家能够有机会 有时间的时候到我服务处走走坐坐 我服务处对面有金融湖 后山有101高地 有清泉寺 可以这样子见走到七堵的市场 可以去吃午餐 所以这个欢迎各位到我服务处坐坐 提供各项的资讯给凯玲 让我们五位金融市的市政 一起来努力 谢谢 主席 好 我想我们都关心教育 也关心体育 也关心落势团体 所以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 也请大家不要客气 谢谢 是 院长 我们从教育上面提供更多机会 给基隆市的青年朋友 从照顾落势上面的社会救助相关的关注 帮忙更多的陆氏族群 尤其还有一些更在边缘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拉他一把 最后是我们从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交通上面 有人本交通的观念 希望整个城市会更幸福 更友善 让民众可以在这边生活 是 谢谢三维一座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体育 我们的社府 还有我们的地方发展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营养化碳终结者NAC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 九 六 六 我是各样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除财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 里面的照顾